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阳 今天一个广西南宁的朋友 打电话让我带给我一条太极色的东德牧羊犬 那么我今天联系了个朋友 咱们跑了三十多公里 哇,这边是小学生放学了 车人都比较多一点 咱们慢一点,注意安全 现在咱们马上就要到他这了 他这现在还有一条太极色和一条灰色的 咱们马上就到到了他的狗场 两边的话都是我们这边种的地 还没开始种地呢 好,咱们马上就到了啊 好,这边咱们就到了 就在我右手边这个位置啊 对,就是他这 现在门还锁上了 咱们联系他一下 好,现在咱们到这了啊 我的身后就是他的大门 我刚才联系了,他去外边放羊了 马上就回来了 咱们在这等他一下 好,咱们等了十几分钟啊 这个小哥哥回来了 把他放羊这条牧羊犬 光到了这里边 那今天他的狗场啊 我就来了,这是第三次了 那么有一次是晚上 两次都是白天啊 这条是六个月的牧羊犬 是工背的 这个是小哥哥放羊用的 可以看一下,它是一条工犬 好,咱们今天啊 主要是来看啊 这两条动得牧羊犬 今天咱们帮粉丝拿的就是一条太极色的 现在如果咱们把太极色拿走的话 就剩这条灰色的了 现在两个多月啊 疫苗全部做齐 没有养过狗的话 这种狗回家放心饲养 没有啥问题 为什么咱们要来这个狗场来抓狗了 或者是说一些犬色啊 或者养殖户的家里 因为它是一手货源 不像他们去狗室那边 或者是宠物店乱加价 所以说咱们这边拿的话 会比较放心一点 因为我一般不在狗室拿狗 为什么这要说呢 因为狗室的细菌太多 所以说来家里边拿的话 会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狗室第一个 它的狗非常的杂 大的小的 有的得病的 这个你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说直接来 它的狗场里边拿 还是比较安全的 好,咱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小家伙的兴奋度 有多高 这都是带血统的 那么灰色的耳朵 已经利起来了 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精神 那么这个太极色的话 现在最多再有十天半个月 就会也会利起来 那么有的狗利而利得早 有的狗利而利得晚 好,咱们话不多说 直接让小哥哥 给他们装聋着 就这条太极色的 哇,小哥哥抓狗的方式 我下手挺重的 轻点,轻点,轻点 好,咱们就这样给它装里边了 可以看一下 它在笼子里面是什么反应 还是不适应 可以看一下 先转圈 先秀 先稳一稳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什么环境 开始转圈了 这就是一个不适应的正常的一个反应 放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但是虽然还在它的狗场 已经把它换到陌生环境了 所以说这边的话 它还是这样 以叫的方式来安慰一下自己 那么就剩这条灰色的了 对这条灰色的动德感兴趣的话 评论区可以给阿阳留言 没有给阿阳点关注的话 这边给阿阳点点关注 这条灰色的是一条公选 耳朵已经立得非常的到位了 可以看一下 你看 看着性格 看着看着 小尾巴甩的 它长大以后还会变色 它的颜色会变得再深一点 今天的动德就带大家看这里 你们想看什么狗的话 评论区直接给阿阳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好 拜拜